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 存在着既定的规律 像是太阳西下后 月亮升起 星星在夜空中闪烁不已 地球与行星 按着一定的轨道 持续地自转和公转 地球与行星 水从上往下流 会成溪 溪又会成河 最后流向大海 自然界的奥秘 让人有声敬畏之心 而在创造着奇妙世界的 神与人中间 也有一个属灵的定律 神爱你 并且为你的生命 有一奇妙的计划 然而 为什么大多数的人 没有经验过这种丰盛的生命呢 人应有罪 使人对神 使人对神漠不关心 或公开反对 就是圣经所说的罪 罪 使得我们与神之间 有一道无法跨越的神远 虽然 人不断用 人不断用自己的方法 就如善行 道德 宗教 哲学等 来寻求神 和丰盛的生命 但是总得不着 而连接着深渊的 唯一道路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是神为人的罪 所预备的唯一救法 神财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 沟通了两者之间的深渊 而且耶稣 照着圣经所应许的 从死里复活了 这是神何等爱我们的证据 然而 只知道以上三个定律 还不够 我们必须亲自 接受耶稣基督 做救主和生命的主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 并经验神的爱 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 我们可以亲自邀请基督 进入心中 耶稣正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 就可以开始 与耶稣之间的来往 这两个圆圈代表两种生命 自我管理的生命 是自我在生命的宝座上 基督在生命以外 人生的各项活动 在自我管理之下 时常产生各种混乱和不安 基督管理的生命 使基督在生命的宝座上 自我退下宝座 人生的各项活动 在基督管理之下 结果就合乎神的计划 哪一个圆圈 代表你现在的生命呢 而你愿意哪一个圆圈 代表你的生命呢 你现在就可以借着祷告 接受基督 祷告就是和神交谈 请以真诚的心 祷告邀请耶稣 进入你的生命中 神知道你的心 祂看中你内心的态度 过于你的言语 下面的祷告可做参考 神啊 我需要你 谢谢你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这个祷告 是否合乎你的心愿呢 如果是 请你现在就做同样的祷告 基督 基督就会照他的应许 进入你的生命 如果你诚心地 做了这个祷告 耶稣现在就在你心里 而你的生命 也发生了许多改变 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 你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 而且你已经成为 神的儿女 如果你希望在与神的关系里 有更多成长 参加教会是很重要的 几根木材一起燃烧 就会光热倍增 若将叶根抽出 放在一旁 热火就会熄灭 你和其他基督徒的关系 也是一样 请主动到附近参加 遵从耶稣基督 并传扬圣经真理的教会 和其他基督徒 一起参与教会生活 能够帮助你 更了解耶稣基督 并经历到 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